好本章呢我们来讲一下富士的制作 那么在制作富士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采用的是地中海的风格 那么总体色调呢是这个蓝色白色以及这个黄色调 那么也就是这个地中海风格呢所需要的几个色调 好我们先看一下一层平面图的布局方式 那么一层里面呢是分别提供了这个中庭 还有客厅区 这个用运房还有这个厨房 以及这个卫生间和餐厅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层的这个平面图 第二层里面呢是两个卧室部分 还有这个卫生间提供的 还有就是这个储藏室 好那么休闲区就是放置一些这个 在这里面放一个钢琴 好那么整体呢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我们看一下这个制作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这是一个餐厅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这是一个沙发墙 这一桩呢是这个整体的这个中庭及餐厅的整个的打的空间 在第二点方面呢我们采用的一个是八斤木的 也就是木材的这个比较有这个纹理的这个方式 那个手法来表现的 好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具体的这个制作的过程 好启动3D Max之后呢 首先呢将单位设计一下 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重复的去讲述了 好还是同样将这个平面图 就是中庭的一层平面图 导入到这个场景当中第七章 然后呢我们同时选择所有文件 那么第一呢我们首先要选择这个 富士一层平面图就可以了 好打开确定 好导入过来同时呢我们起到一个参照的作用 给它指定一个颜色成组 好最后呢再次将它冻结 好那么这个事呢我们基本上是 与这个第六章的方式是一样的 实用 那么将这个捕捉打开 化线面围呢我们沿着这个墙体内墙 来绘制这个封闭线形 在凡是由这个门洞 以及这个窗洞的位置呢 我们要增加顶点 好 那么如果这个顶点呢绘制错了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绘制完成之后再修改 也可以按一下退格键把它取消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 沿道我们可以直接绕过来 也可以绘制上 可以了 好闭合 那么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这个顶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说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好那么整体的现行呢会是完成了 知行几处面临 好那么将这个数量呢 设置为5800 那么也就是两层的高度呢 是5米8的高度 好 按下去去掉这个周围的白色支架 再次按下F4键 好我们看一下 转换成 转换为科边级多边形面灵 进入元素级别 选择这个元素 那么单击翻转 将发现的这些翻转下 同样呢我们右肌选择对象属性 将这个背面效应勾选就可以了 按一下 M键我们可以先复一个简单的颜色 好那么整体的框架呢 我们就做出来了 也就是我们主要来制作餐厅 这个客厅区 还有这个走廊 那么这些方向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制作了 那么这里有一区别呢 就是一个楼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二楼板 也就是一层二 这个中庭呢 是中空的 那么这个楼板是在二层这个地方的 可以看 很直观的看到 好我们首先呢 同样是来制作这个 门洞以及窗洞 好首先来制作阳台上的这个 窗洞 使用连接面领 同样水平增加 三条段数 进入多边形层级 选择底下的这个还有中间 这个 好执行几出 将数量是为负的 240 但你决定 好 那么在 前置图 我们可以准确的来将这个顶点的 也就是将这个窗的高度呢 移动一下 好 同样呢 我们准确的这个移动呢 使用移动 移动这个变化输入框 那么这个点呢 底下这个点呢 窗的高度是 2米4的高度 回车 这个顶点是3米的高度 回车 最上方的这个窗的高度呢 是5米4 好 那么这个窗户 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度出来了 那么宽度呢 我们是按照平面图来的 可以看到 好 再次呢 我们选 进入多边形层级 那么我们再默认状态内下 这两个 多边形是处于被选择状态 单击切脚 我们直接用 利用这个面图来做窗框 也可以 好 好 那么这高度呢 为0 直接输入 回应困量为-60 也就是 这个窗框的边框呢 是6公分的这个距离 单击确定 进入边层级 那么我们可以 选择 窗框里边的这个边 目的我们是垂直增加段数 好 选择这条边 连接 那么水平呢 增加两条段数就可以了 确定 同时呢 对这两条段数呢 进行这个切脚 切脚为30 好 等你确定 进入多边形 那么也就是选择中间这几块 作为玻璃的这个面呢 执行 挤出 数量为-60 好 那么将这个面呢 可以删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窗框呢 就生成了 好 比较这个是 它是一体的 外面这个呢 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因为里面呢 我们要挂上窗帘 好 下面呢 我们同样来制作这个 好 这个面呢 可能是这个点呢 不对 可以再捕捉 好 同样呢 为这些面呢 增加这个段数 好 这个是 入户门 在这个地方呢 是卫生间 还有这些 房间的门 我们都应该 把它做出来 先把门 门动作出来 好 使用连接 水平呢 增加一条就可以了 进入多边形层级 我们选择这些 好 放大之后再去选择 也可以 还有这个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入户门 这个面 好 执行几出 同时数量为负的 240 单一确定 将这些面呢 可以删除 那么这些门的高度呢 我们可以将它设定为 2米 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一层的效果 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至于这个门套呢 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还有没有门 我们现在来 来做这个楼板 这个楼板的制作呢 我们直接用方体 可以了 好 利用捕捉模式呢 在这里创建一个长方体 好 将高度呢 我们修改为150 就可以了 宽度和这个长度呢 我们使用的是捕捉 在前图 我们用移动 这个变化输入框的方式呢 将它准确的移动成 移动为2米7的高度 就可以了 好 那么也就是 一层和二层的距离 我们将这个方体呢 转换成 边积多边形面领 进入多边形 然后选择外面这个面 进行挤出 那么挤出呢 它是一个强的厚度 就可以了 那240 单一确定 可以看一下 那么上面这个呢 应该说原始呢 有一个凉 凉的厚度呢 是200 好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呢 过来有个过凉 这原始的建筑 同时我们再次挤出为900 单一确定 在顶着图可以看一下 挤出这个空间呢 主要是 这边有一个楼梯 这里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这个口 就是从一楼 通往二楼的一个通口 好 我们再次呢 选择这个面 进行挤出 那么这个洞口呢 我们应该流出来 中间呢 可以增加一个段数也可以 因为我们一会儿呢 要做一个弧形的这个楼梯 好 同时呢 把这个面 好 用捕捉模式呢 把它拿过来 再次选择多边形之后 我们 执行挤出 好 那么挤出两次就可以了 一次 两次 好 那么挤出这两次之后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面 把它挤出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 入口 好 把它 用捕捉模式呢 捕捉过来 按下F8 切换轴向 好 再次挤出 可以了 那么我们进入顶点层间呢 将这个顶点呢 这个弧形的 按照平面图 弧形拽一下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 平面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沿着这条曲线呢 我们拽一下 可以了 好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是 效果 好 再想在这个对边前呢 我们可以挤出这一块 为它 挤出 挤出为 200的距离 我们将这个呢 应该有点这个 有区 我们可以捕捉过来 按F8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选择下方的这个面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式图里选择 选择下方的这个面 这样 执行挤出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可以挤出这一个 挤出30 也就是一个楼板的奥槽 单元应用 再次挤出为100 好 应用 同样30 那么这个呢 是100 好 单一确定 好 可以呢 再制作出一个奥槽的效果来 好 那么这几个奥槽呢 可以看一下 同时呢 我们可以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奥槽呢 制作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点选也可以 这个呢 是应该说是 奥取一个小槽 好 好 几出 那么这个呢 应该是复制 好 那么这个是 负的30 单一确定 那么这个呢 又有点这个 因为它是弧形的 所以说我们 使用这个捕捉 随时把它 拽过来 好 那么这个奥特朗呢 就生成了 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感觉不够圆滑 我们可以呢 选择这个之后呢 增加段数也可以 比如使用快速切割 从这个位置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会多了这个 顶点 我们可以拽一下 好 上方的这个面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小的这个 小台面吧 在这里 好 挤出为 20 好 看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将多余的面呢 可以删除 好 这个呢 有点 好 那么这楼板呢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